台電雲林區今年發現有多處的電纜線遭竊 經過警方追查先是抓到兩名資源回收商 再逮到了另外三名嫌犯 他們呢從去年底到今年5月 鎖定了雲林、南投還有台南等地 竊取台電公司的電纜線總共有15次 竊取數量大約5噸 發索得高達了百萬元 便宜員警直接跨坐重壓在嫌犯身上 其他兩人也被警方人強團的包圍 想逃再也逃不了 停在一旁的桑車車頭上經過清查 包括犯案的油壓減撥皮機 60多萬現金 還有一困困偷來的台電電纜線 警方追查這組偷竊電纜集團 以張姓祝賢為首 十歲之位找來兩名朋友 從去年底到今年5月 專門鎖定南投雲林 以及台南市工業區等地下手 最高紀錄同個地點 一個晚上就到了1200多公斤的電纜線 三人為了躲避警方追棄 不僅懸掛位造吃牌刑切 甚至將偷來的電纜線跨區 載到台南的資源回收廠囂張 沒料到警方早就鎖定三人 行蹤在南投一局逮貨 明明夏季就是最缺電的時候 三人囂張偷到電纜線 連同兩名資源回收商 被一截夥三人以上 攜帶凶器妾到等罪起訴 最終面臨至少五年刑期 借國正義雲林操縱